第111章 虐渣 吃过饭 缝拐子就出去了 缝拐子不是小孩子 也不是头一次来村里 与村里不少乡亲们都认识 郑兰秀与老苏家的人没往心里去 只当他是上村里转悠了 从老苏家上后山只有一条路 顺着一直往东走 便是乡亲们平日里捡柴货的地方 胆大些的乡亲会再往前走一劫 打猎 捉鱼或是挖野菜之类的 苏二狗上次挖的野菜 苏小小叫不出名字 有些像前世吃过的乌他菜 极为耐寒 能在雪地里生长 但又比乌他菜稍稍多了那么一丝清甜 切碎了与剁好的猪肉或橙泥 再打入蛋清 裹上面粉 不论是放油锅里炸 还是上蒸替里蒸 都十分鲜香酥嫩 呼 苏小小一口气爬到半山腰 记得第一次爬的时候 中途歇了三四次 喘得像头小牛 甩了二十多斤肥肉 不仅身子轻盈了些 心肺功能也更强大了 二狗说 是在那棵老槐树的边上挖的 老槐树呢 苏小小抬起袖子擦了擦汗 四下寻找苏二狗口中的老槐树 他以往砍柴到不了这边 因此对这里并不算太熟悉 不过这会儿天色早 倒也不住击 看见了 老槐树被几棵松树挡住了 其实就在右边十多步的地方 苏小小背着小背楼走过去 蹲下身 拿出铲子开始刨雪 雪化了许多 只剩下薄薄的一层 没刨两下便露出了一颗颗绿油油的野菜 苏小小玩耳一笑 将小背楼放在边上 这种野菜是要用剪子剪的 把根留下 它能接着长 苏小小收好铲子 将剪子取了出来 一颗 两颗 三颗 苏小小蹲在地上 一边剪一边往前挪 不知不觉装了大半筐 应当够吃许久了 可以回去了苏小小拍拍手 把剪子放好 抓起背篓准备下山了 就在这时 一道人影忽然窜上前来 挡住了他的去路 是缝拐子 缝拐子笑眯眯地走向苏小小 哎呀 这不是胖鸭吗 上山挖野菜呢 挖到了吗 要不要我帮你 苏小小淡淡皱了皱眉 缝拐子怎么来了 缝拐子两手空空 不像是上山来砍柴或捉鱼 挖野菜的样子 苏小小冷冷逆了了他一眼 缝拐子是老苏家的亲戚 自己与他可没办闻前关系 苏小小懒得理他 镜子往来时的路上走 缝拐子猥琐一笑 三两步挡住苏小小 哎 别助紧走呀 你看你背这么重的东西 累得慌不是 来 把篓子给我 我替你拿下山 你们姑娘家细皮嫩肉的 就不该干这种粗活儿 你相公真不懂疼你的 像你这么标志的小媳妇儿 就该在炕上误住 没关系 缝大哥疼你 缝拐子到底不是本村人 尽管听了些小苏家的恶名 却没真正领教过苏胖鸭的厉害 在他看来 自己是男人 苏胖鸭再怎么也是打不过自己的 自己只要生米煮成熟饭了 苏胖鸭敢往外宣扬吗 就算真宣扬出去了 大不了自己一口咬定 使他勾引了自己 他这么胖 名声又差 谁会相信自己能看上他 大不了就是被郑兰秀那个婆娘骂上几句 又不少块肉 一边想着 缝拐子的胆子越发大了起来 张开胳膊朝苏胖鸭扑了过去 他打算将苏胖鸭抱个满怀 若是苏胖鸭躲开了 他再接着抱就是了 殊不知 苏胖鸭直接抬起腿 一脚将他踹趴下了 缝拐子接接是拽了的大马趴 要知道 这可是雪地 雪是软的 然而 他的牙崩飞了 这特么得是多大力气啊 缝拐子摔到怀疑人声 不怪他这般惊讶 一般人碰到被人非礼 不是害怕到不敢动弹 就是吓到失声尖叫 再不就是躲 谁能像苏胖鸭 上来就是一脚 对付这种猥琐色胚 苏小小向来是毫不心刺手软的 他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都一味了 他撞在了身后的大树上 骨节发出咔的一声脆响 这也不知是哪根骨头断掉了 缝拐子痛得直在心底骂娘 苏小小缓不来到他面前 和缝拐子这种杂碎 他连话都懒得多说 直接又一次抬起脚来 缝拐子怕了 他是真怕了 胖鸭 手下留情啊 我错了 我再也不拦你路了 你放过我吧 拦路 苏小小呵呵道 你刚刚只是想拦我的路吗 我 缝拐子心惊胆战 一声恶寒 我 我还想帮你拿点儿东西 哎呀 不诚实 苏小小又给了他一脚 缝拐子半条命都去了 他偶尔一阵乱嚎 可惜了呀 这是林子深处 没人听得见他的喊叫 缝拐子直接趴在地上哭了 胖呀 不对 大鸭 大鸭饶命啊 苏小小道 大鸭也是你叫的 缝拐子连忙改口 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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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苏女侠 我错了 我不该对你动手动脚 我再也不敢了 你 你放过我吧 他哭得狼狈极了 一把鼻涕一把泪 苏小小嫌恶心 踹都懒得踹了 直接从他面前跨了过去 缝拐子这慧儿是真死了心了 不敢再对苏胖鸭有任何非分之想 苏家恶霸 名不虚传哪 苏小小没走几步 突然停下了 缝拐子刚要起身 见他这架势 吓得一把抱头蹲下 苏小小刷得转过身 别再打了 女侠 我真的真的知错了 闭嘴 苏小小立合 缝拐子一噎 声音死死卡在了嗓子牙 苏小小凝神摒弃 聆听着远处的动静 神色变得越来越凝重 缝拐子也察觉到了 他的不对劲 不是针对自己 而是 林子里有东西 苏小小 喃喃瞪了缝拐子一眼 是这家伙的哭喊声 把不该招来的东西 招惹过来了 苏小小 拔腿就跑 缝拐子连滚带爬地 追过去 女侠 等等我 别把我一个人 丢在这儿啊 好 丛林深处 传来了一声 山林霸主的咆哮 缝拐子脸色骤变 是大虫 第112章霸气 大虫并不是一条虫子 而是山中大王老虎 苏小小挖野菜的地方 并不算太过深入 一般情况是遇不上猛兽的 只能说 他们今日运气太差 冬天不少动物冬眠 不冬眠的 也减少了日常活动 这使得大虫的捕食 变得困难起来 大虫扩大了捕食的范围 加上缝拐子 那嗷嗷乱叫的脊嗓子 成功引起了大虫的注意 苏小小冷冰冰地 捏了缝拐子一眼 早知道不如一刀杀了你 缝拐子哭丧住脸道 苏女侠饶命啊 若是前世经历部队 严苛训练的身体素质 苏小小自是无惧一只大虫的 奈何眼下 他是个1780斤的小胖子 硬拼有难度 36计走为上计 可惜 大虫的速度比他们快多了 想想也不奇怪 大虫是山大王 丛林就是他地盘儿 能让两个人族从眼皮子底下逃走了 大虫很快追上了二人 一个纵身拦住了二人的去路 苏小小调转方向 大虫继续跟上 事实证明 在不会轻功的情况下 两只脚的 当真跑不过四条腿儿的 当他们被大虫逼到一块空地上时 苏小小知道不能再把后背交给大虫了 毫无障碍物的遮掩 大虫只需一个利落的起跳 就能轻松将他们其中一人扑倒在地上 饿了一个冬天的大虫是非常可怕的 绝不会轻易放过到手的猎物 他虎视眈眈的眼神 在苏小小与缝拐子之间来回嗓荡 庞扶是在暗暗计量 哪个猎物更美味可口 缝拐子又瘦又浅扁 一看肉质就又老又柴 苏小小则不同了 白白胖胖的 看上去鲜嫩多之极了 大虫果断对住苏小小流下了口水 只不过 苏小小的蹲位有些令大虫望而却步 没见过如此庞然大物 圆滚滚的 有点像快长大的熊仔仔 大虫开始小心试探 苏小小明白自己此时绝不能露窃 否则一旦大虫确定自己是个弱小的猎物 便会对它展开全面攻击 它得在大虫的试探里寻找制服大虫的机会 这说着容易 做起来是很难的 虽说前世经历过各种严苛的训练 可也没真的和猛虎打过架呀 缺乏斗虎的实战经验 只能临场发挥了 大虫冲着苏小小大吼一声 苏小小不闪不闭 眼神十分镇定 一旁的缝拐子早下的瘫在地上 四肢发软 连救命都喊不出来了 他也不明白苏胖鸭是怎么做到临危不乱的 换作试的男人 这慧儿也该吓尿了吧 大虫见自己的吼声没有吓走猎物 他也有点犹豫 放弃了立马扑上去 而是缓缓朝苏小小靠近 苏小小抽出了篓子里的铲子 大虫距离苏小小约莫十不知巨石 忽然一跃而起 不是直指撞来 而是先登上一旁的树身 再吉利一个扭身 蹦上另一棵大树 每棵树的树身 他只停留一瞬 像是吉利 又像是隐蔽身形 我去 这老虎居然会走位 若不是苏小小训练过 早被弄得眼花缭乱了 咻 大虫扑过来了 苏小小一铲子拍过去 感受来自小胖子的力量与怒火吧 砰 大虫被拍倒在了地上 脑子都嗡了一下 苏小小是用尽了全力的 代价就是他的半边小胖胳膊都麻了 缝拐子直接看傻了 他没眼花吧 苏胖鸭把一只大虫给拍趴下了 大虫可没那么容易被伤到 也不会轻易放弃 丛林的生存法则从来都是残酷的 他饿了一个冬天了 再不吃猎物 他会死 所以他今日无论如何也一定要填饱肚子 他再次朝苏小小扑来 苏小小 呵呵 只有你会走位吗 好吧 确实只有你会 这个小胖身躯跑不起来呀 苏小小一意待劳 已经制动 几个呼吸的功夫 与大虫过了十来招 看 铲子断了 不是吧 这个时候 大虫趁机将苏小小猛扑在地上 苏小小抓起掉在地上的杯楼 一把扛住了大虫的血盆大口 缝拐子 他扭头立合 缝拐子 干啥 苏胖鸭叫他 叫 叫他干嘛呀 他害怕 剪子给我 苏胖鸭说 他战战兢兢地抓起一颗小石子儿 毫无力气地往大虫身上丢了丢 啪 砸事砸中了 可惜力道太轻 连声音都没有 苏小小黑了脸 你挠痒痒呢 不过 缝拐子的举动依旧是引起了大虫的注意 大虫扭头 带着浓心的口水朝缝拐子望了过来 缝拐子吓得脸一白 也不知哪来的力气 爬起来 拔腿就跑 其实大虫对缝拐子是没多大兴趣的 可他这么一跑 大虫追逐猎物的天性被激发 竟然放弃了苏小小 搜得朝缝拐子追了上去 大虫一口咬住缝拐子的左小腿 缝拐子惨叫一声 扑倒在雪地中 虎牙穿透了他的皮肉 一时间鲜血横流 这下 缝拐子真成一个拐子了 他痛得几乎昏死过去 机会稍纵即逝 就是现在 苏小小捡起地上的茧子 双手紧紧地握住 快奔而来 一把扎向了大虫的脖梗 他扎的是颈动脉的位置 这个地方能迅速切断大脑的供养 使生命体进入缺氧甚至无氧的状态 这种情况下 意识会涣散 力气会流逝 只要伤口够大 够深 够精准 他将在最短的时间内失去攻击性 好 大虫吃痛 松开了缝拐子的腿 扭头挣扎 试图摆脱苏小小的攻击 苏小小猛地将整把剪刀往下一插 大虫咆哮着将苏小小甩了出去 苏小小一个扭伸 单膝跪地 手掌撑住地面稳住了身形 缝拐子只觉得 这一刻的苏胖鸭帅得无与伦比 大虫怒吼住 发泄自己的痛苦与怒火 他在地上打了几个滚 最终扑在了缝拐子的身上 缝拐子吓尿了一裤装 他要被大虫吃掉了 然而 想象中的疼痛并没有传来 大虫突然就不动了 趴在他身上喘着气 留着口弦 气息越来越微弱 直至再也没了呼吸 新的一个月开始了 大家六一快乐呀 第113章三宝 四周变得很近 浓郁的血腥气 混合着不大好闻的尿骚气 刺激的缝拐子一阵作呕 大 大虫是死了吗 被苏胖鸭杀死了 苏胖鸭杀了一只大虫 缝拐子经到无以复加 居然连腿上的疼痛都忘了 几个大男人 都杀不死一只大虫 可苏胖鸭做到了 自己方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 居然跑来调戏他 当冯拐子再次看向苏胖鸭时 已经不是看女人的眼神了 能杀死大虫 岂不是说明苏胖鸭比大虫更可怕 冯拐子抖入筛康 苏小小这回子 是没功夫计较逢拐子心里怎么想的 与大虫搏斗耗光了他体力 他得好生缓上一阵才行 刚刚还说自己的心肺功能提升了 打一架下来才发现 距离目标还有很远很远 难怪那么多人减肥减到一半就放弃了 你以为卖了一大步 实际只是一小步 意志力说垮就垮 苏小小仰头 望着渐渐阴霾的天空 他是不会放弃的 在他的字典里就没有放弃这两个字 苏小小抬手擦汗 忽然一滴鲜血巴搭落了下来 他以为是大虫的 没在意 可刚起身 他就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他脑袋有点眩晕是怎么回事 他再次看向自己的手背 上面有一条细长的口子 不知何时滑破的 这就很奇怪了 这副身体的痛觉神经异常发达 摔不痛是因为穿得厚 脂肪也比较厚 可这种破损的伤口 他是极为敏感的 为什么不疼 手背 还有些发污 这是 中毒了 这里没人给他下毒 疯拐子没这本事 大虫也没这智商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在逃跑或者与大虫搏斗的过程中 他不小心让沿途的毒疼割伤了 这种毒疼的汁液具有麻痹神经的功效 导致他没察觉到疼痛 他一屁股跌坐回地上 大压 能不能帮我把身上的大虫拨开 冯拐子弱弱地问 就算是一只死了的大虫 他也仍害怕不已 苏小小没说话 冯拐子古怪地看住他 大压 你怎么了 你是累住了吗 你的脸色好像有点不对劲啊 大压 苏小小两眼一黑 晕倒了 小苏家 三小只在后院玩耍 玩着玩住开始烦躁起来 不停地抓头 原地转圈 这是极度焦虑的表现 他们许久不曾这般了 确切地说 自打来了信华村 在小苏家住下 通过观察牛蛋与村里其他的孩子 他们有学有样的 也渐渐成了正常的孩子 但其实只有魏婷 与黑衣人心里明白 三个小家伙 原先是和普通孩子不一样的 到爹这里来 魏婷对三人说 三人抓着头 皱眉来到他身边 很暴躁 很烦躁 在他怀里拱来拱去 还是不停抓头 头上的小嫩皮肤 都快抓破了 魏婷拿住他们的手 尝试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想不想吃东西 三人摇头 喂马 三人也摇头 看住三人 难受又烦躁不安的样子 魏婷心疼不已 可他并不知道 如何怎样安抚他们 要是他在的话 大人 黑衣人凌空跃进院子 单膝跪地行了一礼 刚要禀报什么 苏老爹从屋里出来了 他轻轻一纵 跃上屋顶 女婿 见到大压了没 苏承问 没有魏婷说 苏老爹又去了堂屋 二狗 看见你姐妹 苏二狗道 好像去山上挖野菜了 啥时候去的 苏老爹又问 苏二狗想了想 呜 有一会儿了吧 苏小小经常上山 挖野菜 砍柴火 主要是为了减肥 平时一去也挺久的 爹 你有事吗 苏二狗问 苏老爹皱了皱眉 我这里心里怪发慌的 不行 我得去找找 我也去 苏二狗说 行 苏老爹没拒绝 去后院和魏婷打了个招呼 让他看住点三个孩子 随后便与苏二狗上了山 黑衣人的表情怪怪的 明明是我家小公子 我家大人当然会看住了 用得住你们提醒吗 不过 刚刚那个场景 确实挺像一家子的 大人 黑衣人差点忘了正事 他凌空而下 看了眼在魏婷怀里 焦躁不安的三小只 小公子们 又犯病了吗 魏婷给了他一记冰冷的目光 黑衣人赶忙低头 属下失言 魏婷轻派着三人的脊背 试图去安抚他们的情绪 三人很难受 可是又无法表达 魏婷没辙 黑衣人就更没辙了 算了 先说自己查到的情报吧 大人 属下刚刚查到 景小侯爷就在兴花镇 大人 你看要不要 魏婷起身出去了 傍晚时分 山里又下了一场雪 缝拐子的小腿被咬伤 疼得他死去活来 走了几步走不动 也一屁股在地上坐下了 地上的雪 其实化得差不多了 只一些植被上 覆盖住薄薄的一层 他的正前方是一只死掉的大虫 正侧方是昏睡不醒的苏胖鸭 值得一提的是 他与苏胖鸭之间的距离 比他跟大虫的更远 若在一个时辰前 苏胖鸭晕倒在他面前 他不高兴地手舞足蹈才怪 可经历了方才一系列的死里逃生 他早吓破胆了 哪里还敢对苏胖鸭 生出半点而非分之想 再加上他的腿伤 他觉得自己快死了 苏胖鸭 你别死啊 你死了我咋下山呢 你快起来背我下山 要不你去叫个人来 呜呜 很快 缝拐子也因吃血过多 倒在了血泊中 闺女 姐 苏老爹与苏二狗 在山林里寻找着苏小小的踪迹 血化了就这点不好 脚印都看不住 苏成吉的直上火 咋不赢我一生呢 不在这附近吗 苏二狗道 可是挖野菜的话 就是这一带了呀 大雪纷纷扬扬地落下 将本就西伯的蛛丝马迹 静静地掩埋了下去 苏老爹望着寂静的山林 好一阵心神不宁 天快黑了 大鸭上哪儿去了 第114章呵护 苏小小躺在冷冰冰的草丛里 任由鹅毛般的大雪 洋洋洒洒地落在他脸上 身上 他察觉不到疼痛与冰冷 已经分不清究竟是毒疼的作用 还是他被冻僵了 是错觉吗 他怎么听见有人在叫他 可他没办法发出任何声音了 好不容易重生了一次 就这么交代在这里了吗 眼皮子越来越沉了 这个时候睡过去 就再也醒不过来了吧 可是真的 坚持不住了 迷迷糊糊之际 他隐约看见一道高大的身影 朝他走来 他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却彻底昏迷了过去 魏婷蹲下身来 摸了摸他的额头 又拿起他受伤的小胖手 平日里一点划痕就哭成那样 而今这寸长的口子 也不知要掉多少泪了 大人 黑衣人检查完周围情况 并报道 一个受伤的男人 一只死掉的大虫 男人是被大虫咬伤的 大虫 是被刺猴而死 剪子不快 至少刺了两次 魏婷皱了皱眉 黑衣人看看缝拐子 又看看苏晓晓 大人 他俩谁刺的呀 那一剪子的手法太狠了 很难相信 是一个普通人做到的 然而现场除了他二人 并无第三人现身的痕迹 魏婷没说话 神色冰冷地 看住苏晓晓手上的伤口 黑衣人也过来瞧了一眼 只肩占了一点 他手背上前河的血迹 放在鼻尖闻了闻 大人 他是被毒疼割伤了 严重吗 魏婷问 黑衣人想了想 换别的女子可能会很严重 魏婷眉头一皱 什么意思 黑衣人嘟浓道 伤口不深 他这么胖 这点剂量毒不死他 躺两天就没事了 他说了他没事啊 可为什么他还是觉得 大人的眼底有杀气啊 魏婷脱下棉袄 盖在了苏晓晓动的僵硬的小胖身躯上 大人 黑衣人脸色一变 他家大人怎能为一个女子脱衣 魏婷把苏晓晓扶坐起来 转身将她背在自己背上 黑衣人的脸色更不好了 大人 属下来吧 这个女人这么胖 会把他家大人压坏的 何况他家大人的腿还受了伤 魏婷一个眼神拒绝了 他背住苏晓晓站起身来 魏婷不是第一次背苏晓晓了 除夕那晚 他睡住了 也是他把她背回去的 才过了二十天而已 他明显感觉到背上的重量轻了些 拐杖拿好 魏婷道 黑衣人忧愿地拾起地上的拐杖 您还记得自己有拐杖呢 腿刚好点心里没点数吗 还想不想回京城了 还有野菜魏婷吩咐 黑衣人嘴角一抽 您可是魏家嫡子啊 啥时候惦记上几颗野菜了 大人 那个人怎么办 黑衣人闷闷地问 扛下山魏婷淡淡说道 哦 黑衣人不情不愿地走向缝拐子 就这瘦排骨还用的筑扛 我说的是虎魏婷道 干啥要把虎扛下山 魏婷淡定地说 卖钱黑衣人 黑衣人道 大人 您却这一条腿呢 您觉得您有可能把一条大虫 和一个胖丫头一起扛回去吗 村里人会怀疑的 魏婷瞥了他一眼道 所以是你去卖黑衣人 再次 黑衣人黑住脸 任命地把老虎尸体扛在了肩上 继砍柴的侨夫之后 他又成了卖老虎的猎户 大人你变了 那这个人呢 黑衣人拿脚踢了踢昏死不行的缝拐子 魏婷想了想 戴上 哦 黑衣人一只手拽住缝拐子的领子 大人只说戴上 又没说怎么戴 他像脱麻袋一样 吭哧吭哧地将缝拐子脱下了山 缝拐子撞得七荤八素 屁股担子磨了一路 几番被疼醒 又特么被撞晕了过去 黑衣人将缝拐子扔到山脚就走了 缝拐子是被一个出来截手的乡亲发现的 一身血糊糊的 相亲差点以为见了鬼 半赏才认出是老苏家的亲戚 赶忙上老苏家去报信了 老苏家自然是一阵鸡飞狗跳 缝拐子出门时还好好儿的 怎么一会儿不见的功夫 给弄成了这样 哎呀 郑兰秀扑在自家男人身上 嚎哭了起来 天杀的谁干的呀 苏锦娘也来了 只有他知道缝拐子是去后山了 可他也万万没料到缝拐子是竖住去 横住回的 缝拐子是得逞还是没得逞 为何伤成了这样 魏大哥 胖鸭姐 十岁的苏三郎指了指前面的村岛 魏婷是走另一条路下山的 刻意与缝拐子避开了 他并不清楚山上具体发生了什么事 可乡下多闲话 为苏小小避闲他还是懂的 苏小小身上盖着他的棉衣 被保护得小心翼翼 婷哥 上哪儿去了 是李正 魏婷客气地说道 我陪大鸭去山上摘了点野菜 他累了 睡住了苏锦娘心念一动 苏胖鸭明明是一个人上山的 他看得清清楚楚 魏婷没有陪他去 难道说 缝拐子得逞了 魏婷找到山上 撞破了苏胖鸭失去清白的一幕 恼羞成怒之下 将缝拐子打成了重伤 苏胖鸭被别的男人玷污了 他看见了 他看见了 苏锦娘的心 砰砰砰砰地跳了起来 魏婷到家时 苏老爹与苏二狗刚从屋里出来 他俩去山上找了一圈 没找着 寻思着会不会是闺女 姐姐已经回来了 于是先回家瞧瞧 家里没有 他俩打算再去找一趟的 女婿 闺女 姨 姐夫 你怎么和我姐在一块儿 我姐怎么了 父子二人迎上来 在山上碰到她的 可能是遭遇了大虫对柱子家人 魏婷就没什么可以瞒的了 最重要的是 也隐瞒不了 她身上有血呢 魏婷又到 还有个相亲也受了伤 打压伤得不重 爹你别担心 父子二人这会儿都没顾上缝拐子 毕竟缝拐子是老苏家的亲戚 与他们小苏家没任何干系 父子二人没往那方面想 他俩担心苏小小 跟住魏婷移到进了屋 苏老爹拉开被子 魏婷把人放在了柔软的床铺上 他身上看住血迹斑斑 实则不是自己的 至于他手背上的伤口 呈如黑衣人所言 没大碍 连发黑发污的颜色都淡去了 之所以昏迷不醒 是因为体内还残留了一点毒素 饶恕魏婷一再保证苏小小不会有事 可苏老爹依旧心疼坏了 下次不能让你姐一个人上山了 你得跟住去 知道吗 知道了 苏二狗郑重应下 苏老爹又道 算了 我跟住去 他说完 又看向一旁的魏婷 抓着魏婷的手道 女婿啊 这次多亏你了 魏婷道 一家人 应该的上山前 魏婷将三的孩子托付给了小巫师 魏婷的腿又肿了 苏二狗却将三人接了回来 三人进屋第一件事 就是找苏小小 三人开始往床上爬 他们要和娘亲一起睡 可是爬着爬着 三人停了下来 娘亲白天都是不睡觉的 三人忐忑不安地望向了魏婷 三个小家伙比寻常孩子敏感 这么快就察觉出不对劲了 魏婷面不改色地说道 你们娘亲只是睡住了 白天累坏了 就先睡了 没骗你们 不信你们等娘亲醒了 自己问他为了增强接受度 他故意将平日里从来不用的称呼 你们娘亲 用上了 三人很受用 信了自家爹爹的话 他们懂事地停止了往床上爬的动作 轻轻地来到枕边 点起小脚尖 挨个在苏小小的脸上亲了一口 很亲很亲 不想吵醒娘亲 也很小心翼翼 像呵护着生命里最宝贵的东西 第115章 害羞 苏小小一觉醒来已是深夜 屋子里的油灯亮住 被子里多了三个诺鸡鸡的小豆丁 自打除夕那一晚后 小豆丁便又回去苏二狗那边睡了 可今晚他们说什么也不过去 魏婷没反对 三人白日里是很焦躁的 可躺在某人身边后 三人就安定下来了 哪怕他什么也没做 但似乎只要他在 三个小家伙就能好受许多 黑衣人对此也很诧异 连大人都安抚不了小公子们的情绪 这个女人却轻松做到了 小公子们生下来就遭人追杀 从没断奶就开始东躲西藏 不知过了多少不见天日的日子 最长的一次在地窖里躲了一个月 等他们找到三个小公子时 奶娘已经死了 三人躺在已经僵硬的尸体身边 连哭的戾气都没了 他们还小 很多事情都不大明白 甚至可能认为死里逃生 活在黑暗中才是正常的 大人将他们接到身边后 一直很努力地想让他们过上正常的生活 只可惜时不时地 他们便会像今日那样 出现焦躁不安的情绪 就好像 他们的人虽然活在了阳光下 心却遗落在了黑暗的角落里 苏晓晓并不知黑衣人的心理活动 确切地说 他压根而就不晓得身边多了这么一号人物 他睁眼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检查自己的伤势 而是看向一旁睡得香甜的三小只 真可爱 睡着的样子都萌萌的 他忍不住用手肘撑起身子 低头亲了亲三人软乎乎的小脸蛋 亲了一下不够 又亲了几下 真软呀 QQ弹弹的 太好亲了吧 这不比橱窗娃娃好玩吗 亲完 他一抬眸 魏婷 魏婷没睡 正坐在桌边 手里拿着一打他与苏二狗写的字帖 主要是他写的 想到方才的举动 苏晓晓不动声色地亲了亲嗓子 亲了人家儿子好几下 是不是有点儿太过分了 魏婷倒是没业余他 而是看了他一眼 问道 手不疼吗 嗯 哦 你说这个啊 魏婷不提这一茬 他都差点忘了 他看了看自己的右手背 肤色与知觉均已恢复正常 伤口也闭合了 身体各处没有任何不适感 看来那种毒疼的毒性并不是十分厉害 只能麻痹人一阵子 等过了就被人体自然代谢了 没大碍了 那只大虫呢 魏婷道 死了这丫头醒来第一件事 怎么是惦记一只虎 哎 可惜了呀 苏晓晓叹气 好不容易才杀的 应该能卖不少钱呢 不然最后他干嘛那么卖力的杀虎 就缝拐子嘛 钱呐 全是小钱钱呐 啪 魏婷将一个钱袋放在了他的桌上 苏晓晓的大眼睛一亮 又有家用啊 魏婷面不改色的说道 上山捡的别说 这回真能算是上山捡的 只不过 捡的是老虎 后面又命令某暗影阁第一杀手 拿去镇上卖掉了而已 掐头去尾的 说法也没错了 兮兮苏晓晓的快乐又回来了 有钱的日子真好呀 苏晓晓打开钱袋 一个个元宝鼠过去 翻来覆去的鼠 那财迷的模样 只差没两眼冒小绿光了 对了 魏婷 你把我背回来的 他记得自己是在山上晕过去了 魏婷淡淡哼了一哼 才反应过来 你的腿没事了 苏晓晓问 魏婷淡淡一哼 拖你的福 又瘸了 这家伙的身体素质真不是盖的 寻常人像他这样反复受伤 早就废了 而魏婷 养两日就好了 想到了什么 苏晓晓突然神色一素 魏婷 你占我便宜 魏婷眉头一皱 我怎么占你便宜了 他以为苏晓晓指的是 背他回来这件事 你若是想冻死在山上 下次成全你 苏晓晓扬起下巴道 你摸我的手 魏婷道 我没有 他背他回来 全程规规矩矩的 别说他没任何非分之想 就算有 他不至于在他昏迷不醒的时候 趁人之危 苏晓晓伸出自己受伤的小胖手 那这金疮药是谁涂的 别告诉我 是二狗和我爹 他手背上涂了老大一坨 被子里怕是都糊上了 一看就是某人的手法 魏婷不吭声了 屋顶上的黑衣人 哎 我都说了他没事啊 大人你非得多次一句给他涂药 这下好了吧 被讹上了吧 魏婷讥讽道 涂个药就是占便宜 那你得占偶多少便宜 所以你是想要站回来 苏晓晓一脸痛心疾首 你怎么能这样 魏婷 苏晓晓的做劲是说来就来 他摸了摸自己的小胖脸 惆怅地探道 我还胖住呢 你便已对我有了非分之想 他惹我瘦下来 变得更漂亮 你岂不是要为我吃 为我狂 为我筐筐撞大墙 魏婷 他可不可以把这丫头丢出去 屋顶上的黑衣人也受不住了 直接一个跟头栽了下来 咦 什么声音 缩小小皱眉 魏婷魔光扫了扫 淡淡说道 老鼠 闹了有一会儿了 再闹就打死黑衣人 惹不起的黑衣人 灰溜溜地滚了 滚到大人听不见他呼吸的地方 自然 他也就听不见大人 与小胖村姑的墙角了 人吧 有时是会乐极生悲的 缩小小调戏未停 调戏住调戏住 肚子痛起来了 作为一个二十多岁的灵魂 他成功感知到了身体的变化 他似乎是迎来了生理期 用古代的话说就是鬼水 这幅身体的生理期不规律 要么一月来几次 要么几个月不来 许多女孩子青春期 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他也就没怎么放在心上 仔细一想 这是他穿越后的第一个生理期 这么难受的吗 这是把他前世没痛过的 加倍补回来了 魏婷 你先出去一下 魏婷本想说你又耍什么画招 可见他脸色逐渐苍白 不像是装出来的 他眸光暗了暗 你怎么了 苏小小忍住疼痛到 来鬼水了作为一个大夫 并不觉得正常的生理期 有什么可羞于其耻的 魏婷就不这么认为了 他一下子争住 苏小小捂住肚子看向他 干嘛这副表情 你该不会不知道鬼水是什么吧 古代没有生理课 也没有发达的网络 共享各种知识 可魏婷是三个孩子的爹 怎么也该接触过女人吧 女人每个月总有几日不方便 这点他总是懂的吧 他这副呆呆愣愣又强装镇定的样子 很像没碰过女人的初歌啊 很好 耳朵也红了 更像了 苏小小忽然就来了恶趣味 他凑近他耳边 唇角一勾 第116张牵手 温热的气息落在滚烫的耳间 那里像是突然住了火 魏婷刷的站起身 冷冰冰的说道 你收拾一下 说吧 拐杖都忘了拿 急忙慌的出去了 苏小小扑斥一声笑了 搞什么 三个孩子的爹了 这么纯情的吗 太不经聊了 苏小小收拾了一番 才让魏婷重新入内 此刻的魏婷已恢复往日镇定 一脸高了 就算苏小小再拿更私密羞耻的话聊拨他 他也不会再有丝毫失态 可惜了 苏小小肚子痛到怀疑人生 没力气再聊帅哥了 魏婷熄了灯 脱了衣裳 在床铺上笔直躺下 三个小豆丁原本是在二人中间 睡着睡着 爬到苏小小身上去了 又睡着睡着 滚到苏小小的另一边去了 这副身子的痛觉神经太发达了 苏小小疼得睡不住 魏婷听着他不算平顺的呼吸 张了张嘴 欲言又止 魏婷 我有点儿冷 苏小小低声说 魏婷把自己的被子分了他一点 盖在他的被子上 这样好些了吗 他低沉住嗓音问 好点了苏小小面朝他侧躺住 带着一点虚弱的小鼻音 魏婷 你的声音真好听 魏婷的声音天生的富有磁性 不是那种用播音主持的技巧修饰过的 魏婷从不在意自己的容貌与嗓音 男人嘛 保家卫国 上阵杀敌 夸财学 夸武艺 样样都行 唯独他不喜欢别人夸他这些过于浮于表面的东西 然而今晚他破天荒的没有觉得反感 在山上是怎么一回事 他问 我杀了一只大虫 苏小小说 嗯 看见了他轻声说 对于大虫是他杀死的 魏婷大概是猜到了 毕竟与那个尿裤裆的老苏家亲戚相比 他俨然更有勇气 可真正做到那一步 也是不容易的 稍有不慎 或许命就没了 魏婷又道 那个人是老苏家的亲戚 听着魏婷富有磁性的声音 苏小小有些困意了 嗯 郑兰秀的男人 郑兰秀 苏玉娘的大姑子 不是个好东西 被我揍了魏婷眸光一尘 苏小小迷迷糊糊的 感受到了魏婷身上的冷意与杀气 他像是哄三小只那样 将手伸进他被子 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 放心 我没吃亏 我吃不了亏的 村子里没我打不过的 他的眼皮子越来越沉 声音越来越小 到最后直接变成了均匀的呼吸 他的手也忘记拿回去了 就那么拉着魏婷的手 他是小胖子 平日里不怕冷的 可来了鬼水后 手脚就变得冰凉冰凉了 魏婷的手很暖 他抓得很舒服 魏婷的指尖动了动 算了 他病了 就这一次 苏小小身体不舒服 苏老爹让他在家歇了两日 生意也过几天再做 别看苏老爹宠他 这种事上是没得商量的 苏小小老老实实在家待了两天 冯拐子那边的情况不大秒 他被人抬回老苏家后 郑兰秀立刻让老苏家的人去镇上请大夫 苏玉娘说 苏小小医术高明 郑兰秀不幸 非得从镇上请 苏大郎连夜去了荣恩堂 这回请来的倒是个正儿八经的座堂大夫 奈何缝拐子伤得太重 大虫那一口 将他的腿咬了个对穿 大夫说 这条腿哪怕是痊愈了也不能恢复如初 换言之 缝拐子日后当真是个拐子了 听到此噩耗的郑兰秀几乎哭晕在丈夫床前 你说你没事上后山干啥 谁用得助你去砍柴吗 郑兰秀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缝拐子这人吧 是有些耗色的毛病 可一来他长得不丑 二来嘴巴甜 会来事 将郑兰秀哄得五迷三道的 郑兰秀当然不希望他变成一个残废了 真的没办法了吗 唐屋里苏大郎问大夫 大夫摇头 伤得太重了 能捡回一条命都是万幸小妹 你怎么了 苏大郎察觉到一旁的苏锦娘脸色发白 不由地问道 你不舒服吗 郑巧大夫在 让大夫瞧瞧 我没事苏锦娘抬手抹了抹脸颊的冷汗 太多血 我吓到了 冯拐子刚被抬进来的样子 注视触目惊心 苏大郎不宜有他 对苏锦娘道 你赶紧回屋吧 我和二弟照看冯哥 冯拐子比苏小小严重多了 苏小小是睡住了 他是当真高热昏迷 苏锦娘回到房里 后背一阵一阵冒冷汗 他万万没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不是我 是他自己要去的 我又没让他去 不是我 你嘀嘀咕咕说些什么呢 苏锦娘突然出现在门口 苏锦娘吓了一大跳 他忙转过身来 惊恐地望向苏锦娘 姐 苏锦娘古怪地看了他一眼 你怎么了 苏锦娘捏紧袖子 垂谋说道 冯大哥变成那样 我吓到了 苏锦娘道 哼 一个魂球 废了就废了很显然 冯拐子什么德行 苏锦娘是一亲二楚的 冯拐子不招惹苏锦娘 是因为苏锦娘是个敢拿菜刀 砍她一路的狠人 她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去招惹苏锦娘的妹妹 至多是多看苏锦娘两眼 没人的时候现现殷勤 苏锦娘转身回屋 刚跨出门槛 又折回来 冯拐子的事 和你没关系吧 苏锦娘眉心一跳 姐 你胡说什么呢 她的事和我有什么关系 苏锦娘道 没关系最好 郑兰秀可不是好惹的 让她知道是谁害了冯拐子 非把那人扒下一层皮不可 苏锦娘叫住她 姐 你还是赶紧回郑家吧 冯大哥出了这样的事 一直待在我们养伤也不妥当 苏锦娘皱眉朝她看来 苏锦娘你几个意思 苏锦娘定了定神 说道 这次若不是因为姐姐你 冯大哥与秀兰姐也不会住进咱们家 不住进咱家 就不会发生上山遇袭这种事 说来说去 一切因姐姐而起 我要是姐姐 今晚就带着孩子回郑家 不给婆家数落的机会 也不给娘家惹麻烦 苏玉娘脸色一沉 你嫌我给家里惹麻烦了 村里人说的那些闲话有多难听 你当真不清楚吗 还有冯大哥变成这样 你没有半点而责任吗 第117章生意 苏玉娘没料到苏锦娘 会如此重伤自己 方氏身体亏空那几年 她不仅拉扯大了三郎 也照顾着锦娘 结果到头来 在锦娘的心里 自己活生生就是一个外人 苏玉娘寒心地笑了 你可真是我亲妹妹 怎么了 你们俩 方氏从造屋过来 察觉到姐妹俩气氛似乎不对 多大的人了 咋还吵吵上了 家里有客呢 苏玉娘冷冷地回了屋 苏锦娘也赌气地进了自己屋 方氏皱眉 这俩孩子 冯拐子的伤势比想象中的严重 一路上磕磕碰碰那些 都属于皮外伤了 瞧着严重 实则并未伤筋动骨 主要是那条被大虫咬过的腿 经由大夫精心医治过后 不仅毫无起色 反倒发红发肿了起来 人也一直浑浑噩噩的 再这么下去 冯拐子这条腿怕是要不保 郑兰秀也不敢继续在老苏家耗下去了 带着冯拐子回了浅水村 又托人去容恩堂 请更厉害的大夫 想啊 可是你的身体最重要 我可以等几天的苏小小好笑地揉他脑袋 是哦 好难为我们勤劳的二狗了 三小只正在后院给小马鞠刷毛毛 见二狗舅舅被揉了脑袋 齐刷刷撇下小马鞠 呲溜呲溜地奔过来 把自己的小脑袋往苏小小面前一伸 表示他们也要摸摸头 哈 苏小小成功被逗笑 每个小虎头都摸了摸 请问 是苏姑娘的家吗 门外来了个熟人 三个小豆叮哒哒哒地跑过去 孙掌柜站在虚眼的屋门外 犹豫住要不要敲个门 就见三颗圆溜溜的小脑袋伸了出来 大虎的在最上面 小虎的在最下面 孙掌柜看出三张一模一样的 萌萌大的小脸 脸盲症一下子犯了 你谁啊 大虎警惕地问 生面孔 没在村子里见过 哇 啊 找娘亲做什么 二虎上下打量 戏不戏坏人 坏人不进 小虎严肃地说 孙掌柜整个大脸猛逼 缩小小轻声道 大虎二虎小虎 孙掌柜是客人三人懂事地点点头 哦 三小只齐心协力 用力把虚眼的木门拉开 礼貌地说道 请进孙掌柜同手同脚地进了 他人是进来了 眼珠子却还黏在三个小家伙的身上 没办法 活了几十岁 头一回见这么可爱的孩子 三胞胎 他问苏小小 苏小小示意他坐下 嗯 孙掌柜正正坐下 看看在苏小小身边转来转去的小豆丁 又看看苏小小 低声问道 啥情况呀 这是 苏小小淡定说道 哦 我儿子孙掌柜 苏小小在外经商 一直用的是苏姑娘的身份 孙掌柜便以为她是没出格的女子 谁料娃都三个了 她怎么这么不敢信呢 娘 热小虎抓领子 苏小小摸了摸她的后背 确实出汗了 顺手拿了一条搭在椅背上的干爽布片 垫在了她的后背 动作娴熟得不得了 一看就是做惯了的 孙掌柜彻底不支声了 去玩吧 苏小小对三人说 三人继续去给小马鞠刷毛毛 苏二狗去造屋端了一壶热水来 苏小小泡了茶 给孙掌柜倒了一杯 开门见山道 有生意了 她替孙掌柜还了赌方的债 在凑够苏小小的银子前 孙掌柜得卖身抵债 当然了 她那发福的身子就算了 能耐还是能够用一用的 说起正事 孙掌柜暂时将对苏小小的好奇放到一边 她说道 这几日我跑了不少地方而 确实接了一单不错的生意 也是做席面典型的 那户人家不比七家差 就是有些远 在府城府城 苏小小楠楠 没错 孙掌柜点头 苏二狗道 去府城得十天半个月吧 咱们的点心运过去都坏了 孙掌柜道 啊 用不了那么久 坐马车 天亮出发 最晚第二日就到了 你说的十天半个月是用腿走的吧 沈川也说过 去府城快马加鞭 一日可达 孙掌柜接着道 不过苏小兄弟的顾虑也没错 点心放太久确实不新鲜 要是咱们做好了再送过去 怎么也得隔夜 寻常老百姓或许吃不出差别 可宴会上的宾客全是不缺山珍海味儿的 他们吃得出来苏小小问道 所以你的意思是 孙掌柜笑道 想接这单生意 咱就得上府城去现做 价钱肯定能让你满意的 比七家的高 就不值 你愿不愿意出这趟远门 寻常姑娘家都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的 她迫于生计 不得已去大街上做生意 可镇上毕竟不远 去府城就当真是一趟远门了 站在孙掌柜的立场 自然是希望苏小小能答应的 她多挣钱 她有分红 能早点还清她的银子 但她不会逼迫苏小小 一切以她的意愿为重 你要是拿不定主意 考虑一晚也无妨 那位夫人是七家的宾客 在七老夫人的寿宴上 尝了你做的点心 很是满意 她明日才动身回府城 我明早再来一趟 苏小小道 不必了 我去孙掌柜正正道 你当真不再考虑一下 苏小小就道 有什么好考虑的 我长这么大 都没出过信花镇了 又能挣钱 又能去府城看看 何乐不为 要不是超能力有限 她还想去京城转转呢 啊 孙掌柜既然不是特别诧异 就好像 她前一时里已经认定了 她不是一个寻常女子 她敢拼 敢闯 无惧风浪 可惜不是男儿身那 否则她非得闯出一番惊人的成就来 苏老爹 苏老爹与魏婷从李家的地里回来后 苏小小与二人说了去府城做生意的事 你真想去 苏老爹问 苏小小点头 而行千里母担忧 啊 父也担忧 可他尊重女儿的意见 他总有一天会变老的 不能陪伴他们一辈子 他不能一边期望他们能自己翱翔 一边又剪掉他们的翅膀 就你和二狗吗 苏老爹问 苏小小道 孙掌柜也去 他对府城熟 苏老爹想了想 把刘萍也带上苏小小道 不避了爹 刘萍在家有事 而镇上的生意已经歇了两天了 再歇下去就凉了 苏老爹本打算说 带个人防身呢 可以想到刘萍还没闺女二狗子能打 又把花燕回去了 何时动身